接下來我們繼續練習 這樣就變成有兩個電阻了 就會稍微複雜一點 他問我電池提供的功率多少 1歐姆消耗的功率多少 來 一樣 電池的提供就叫總提供 總提供可以用總電壓、總電阻、總電流去算總提供 OK嗎? 所以講過如果你眼光要看電池 那是沒有 電阻的 沒有電阻的 所以找到電流 代替等於IV 當然 或者你試看後面外面的全部有多少電阻 然後全部都有電壓 然後去算所謂的總 OK嗎? 方法二就是分開算 看你2歐姆消耗多少 第2歐姆消耗多少 然後總提供等於 總消耗 但這題 目前看起來 降座比較慢 為什麼 因為2歐姆什麼都沒有啊 既沒有電壓也沒有 電流 啥都沒有被求 就比較囉嗦麻煩 總的有啊 總電阻有啊 總電壓有啊 總的感覺會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是算我們的總電子 就叫做總消耗 總消耗 總電子 上面有總電壓 全部有總電壓 我們就會算出總消耗 總電壓1.5 總電子算要加幾來 3歐姆 1.5 然後來 再進去 再進去 0.75瓦 這個也是用所謂的總提供總消耗 但並不是分開算2歐姆跟1歐姆 OK 是我說 因為我如果要眼光只看電池 就要找到電流才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找電流再進去答應 對啦 不一樣 OK 那回到下一條1歐姆 1歐姆就麻煩 你非得找到1歐姆的電流 或者找到1歐姆的電壓 當然數學好的人 用想的 用比的方法就比出來 啊 總全部有0.75 要分給2歐姆幾分之幾 分給1歐姆幾分就算完了 如果你數學很好觀念很清楚會沒有意見 啊如果你沒有 數學沒那麼好 觀念可以慢慢做 慢慢做 我要想辦法找到優母的電壓 想辦法找到優母的電流 帶到公式 我前面講過了 我串聯我找誰比較好 電流為什麼 都一樣 所以我要找到i或b嘛 啊我找誰呢 我找i嘛 我找i 因為上面有總電主 每個電主都知道我就有總電主 上面有總電主 上面有總電壓我就可以有總電流 他是串聯 所以總電流跟分電流會 對 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做出來 好 做 我們的總電壓1.5 總電主要兩個相加 算出來總電流是0.5安培 通過的總電流0.5安培 表示兩歐姆也是0.5安培 油電通率 愛平方 帶愛平方 光裡面大 就會算出來叫做 0.25瓦 你就知道答案多少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 可以嗎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蛤 沒有